大家好,我是PBIO 我今天要讲的是人人有案提 这个东西其实是和动民主相关的一个计划 人人有案提想要做的事情是要处理这个 让大家上网提问的这件事 因为我通常讲的是网络决策讲的是 我今天有一个题目我要来大家网络上讨论 然后要做决定 这边想要讲的是 那你在这个之前你要怎么样决定 你要讨论什么 好,那讲到要讨论什么 大家可能就之前有市长给问嘛 那还有这次国发会的时候 那个金贸博士会议的时候 有在Google好问有在 有做了一些练习嘛 那这些东西 现在大家大概做的事情是 我可能我提的问题我会有分类 那大家会说我赞不赞 会有人来说赞不赞成 下面可能会有一些讨论 那但这个东西他讲的其实都是对单一的提案 我对今天有一个人上来讲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来说要不要 那赞不赞成 这是反对 那我这边在想的事情是 你看到如果今天我假设这里面已经有100个问题了 那你今天上来如果我在第一题 我PO了一个重复的东西 他就会说你要去那边爬文 那但是问题是你今天心里来的人会说 靠这100篇啊 而且这100篇里面可能有回答强了50篇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 那或者说如果我今天我看到一个 我觉得看我很类似的 我想要Fog出来 我想要加一点东西 补一点东西 这个都怎么办 所以这其实在讲都是 今天每一个提案本身它不一定 我们不一定只是 只能针对这个提案处理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可以拉出 不同提案之间的关联 对 那这关联可能很多种 那可能是我今天是要类似的 我可能是补一些东西 我可能是要跟他提完全不一样的 对那也有可能是先后顺序的问题 对 可能比如说我要修正 我要提对案 像我可能是接龙啊 对我可能今天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A提案不错 但是我觉得 这个提案的前面或后面 可以说什么 对 或者是我只是想要补充 对 那我们今天 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今天其实 想要是实际来操作 我们就真的找 这个真的一个议题 比如说经购国事会议 或者是核四 细的可以看我们Apad上面 那我们希望 就直接拿这样的题目来 try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想要发展流程 所以欢迎是 对这种操作流程有兴趣的 或是你对这种网络讨论 或是你对这种 想要来真的做这种尝试的人 就欢迎来找我们 那我会在动民族那边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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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